純善 身後或有不善 那是手段 它不是目的 那是事先教化眾生 幫助眾生的一種手段 我們要明瞭 我們在華眼睛上 幕後善才童子五十三餐 你看看這五十三位善知識 他們教化眾生 種種善巧方便 我們見到了 所以我們對一切人一切無 祝福怎能不恭敬 怎能不讚嘆 不供養 所以我們看菩薩為道 那一句 實在講 發生大事的境界 淨土經典 不可思議 我們確確實實是凡夫 一憑煩惱沒有斷 但是 我們所作所為 等同發生大死 你要真正 你要真正理解 無量壽經 真正 信奉 無量壽經 一教風血 雖是凡夫 你是相似的發生大死 相似的發生大死 這個經是不思議千元 山 這個裡面的含義 無盡無盡的聲光 這不是我們自己凡夫經驗當中 這個善 不是我們凡夫經驗 超經驗 但是 我們也能夠體會一些 現在人所講的 正面的影響 不是負面的 負面的是我 正面的是善 影響的負面 影響的負面 靜虛空變化劑 影響時間的九 靜未來劑 影響程度之深 缺乏地獄 這是真善 這是大善 這個是作善的 總綱靈 總原則 我們 七心動力 言語造作 不能違背這個原則 決定不可以做負面的影響 決定不可以做負面的影響 做負面影響就造業了 這八個字 這八個字 前面也就是懺悔 是懺罪 為一道作善 這一句 前面經文 世尊 世尊屢於此 交接我們 極得內功 融合落實 融合落實 世尊在地下 教了我們一句 並持經濟 並持經濟 這是落實 未到作善的落實 經 是佛的教會 不必多我 一生 真正能受持一步經 就能成就 任何一步經典 古德 所說 一精通 一切精通 一切精通 持是受持 受持相當不容易 受持完全接受 怎麽樣才能做到 完全接受 必須要放棄自己的 妄想分別之主 這才行 這才行 我們今天 師父 時宗達不到這個標準 就是 不肯放棄自己 妄想分別之主 雖然接受佛的經教 雖然接受佛的經教 實際上 不肯放棄 我們 齊心動念 全是錯誤 那 佛菩薩 三千年前的人 所講的東西 不合於 現在時代 這樣的心態 都是以自我 實在講 就是以自己的 妄想分別職責 做主宰 經過 而不肯拔除 所以對於經界受辭 就談不上了 你讀宋的再讀 聽的再讀 甚至於你也會講 講得天花亂追 你還是被煩惱鎖轉 還是造業受報 不是佛在經上 講得不夠清楚 是你自己不肯聽 不肯接受 所以 我們真正要發行受辭 必須放棄自己的成見 放棄自己的分別職責 隨身佛陀的要誘 這才真正叫受辭 跟顏色 是 你 是 是 有